富豪也爱撕逼。 赌王当众手撕钱女去,刘鸾雄让吕丽君如此难堪。 对于很多人来说,感觉富豪跟我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 不过富豪也是人啊,就算有钱可以为所欲为,还是免不了俗套的。 风流成姓小八已经谈点过很多人了,这里就不再说了,富豪还有一点就是,有钱底气足,看谁不顺眼也会直接开丝。 比如赌王。 当年赌王让女儿和超穷跟许世勋的儿子许晋亨商业联姻,只不过两人貌合神里,婚后感情不好。 许晋亨继续爬花天酒地的生活,和超穷也在婚内有交往过男朋友。 。 之后在两人离婚,许晋亨取李嘉欣时,当记者问到赌王的看法,赌王也不过跟许晋亨爸爸是多年老朋友的面子,直接手撕许晋亨。 没有收到喜帖,也不希望收到喜帖。 。 我从第一天到最终,都从没欣赏过她,只许晋亨。她有个人好,漂亮,有学问的老婆,只和超穷,都还不心满意足,经常出去玩。 。 你和许晋亨是好朋友。我和世晋亨及她太太是好朋友,我都很想念她们。 那会否给面子去喝她们的喜酒? 不会。还出言讽刺许晋亨迟早要离婚。 可能她再结婚,多十次八次都不一定。 港珍,没想到赌王赚钱牛逼,撕逼能力也一流啊,在人家的大喜日子还说出这种话,也是没在怕的。 。 除了赌王惠斯,刘鸾雄也是个撕逼高手。大家想必还记得她重病后将甘比扶正的情形吧。 。 当时的刘鸾雄一面夸甘比好,大把大把财产的赠送。一手将甘比送到了香港女首富的位置。 。 大家都羡慕刘鸾雄这么宠甘比,但却忽略了,刘鸾雄对刚刚分手的前女友吕丽君,却是毫不留情地发表掌文炮轰啊。 。 表示两人早就在两年前分手了,给吕丽君的钱财什么的加起来也有20亿,还签了协议互不相干了。 。 而且还在采访中怒斥吕丽君的贪得无厌,还举了很多例子说明吕丽君的贪财行为,得出结论,给她几百亿都不够,还会因为一块钱出卖她。 。 分手后不能做朋友就算了,还要撕得这么难看,这就是一贯对女人出手阔绰的刘鸾雄的作风。 。 不过刘鸾雄这么做是有原因的,因为她知道吕丽君贪财,怕她离世后吕丽君还要来争夺财产,所以一次性划清界限。 。 还给甘比跟长子都准备了一笔不菲的费用,让他们以后能打官司,只能说刘鸾雄真的很用心良苦啊。 。 但这并不是刘鸾雄第一次撕逼前女友啦,她之前也撕过前妻。 。 因为宝永琴在报刊上登了她的自传,刘鸾雄很恼怒她揭露家庭隐私,双方掀起骂战,刘鸾雄甚至还发律师含要告宝永琴。 。 不过最终以保永琴取消记者发布会结束,而对另外一个前女友王颖鱼,刘鸾雄也撕过。 。 当时王颖鱼将刘鸾雄跟她谈恋爱的事情公布,还说过刘鸾雄向她求婚。 随后刘鸾雄就召开记者发布会反击回去。 。 感觉香港富豪的娱乐生活也少不了撕逼这种项目啊。 而且因为刘鸾雄的关系,她的好友郑玉彤也不得不被牵扯进风波中。 。 因为王颖鱼说是刘鸾雄托郑玉彤向她求婚的。 刘鸾雄否认,郑玉彤就直接打她的脸。 。 说过啊,我也不知她呀怎么搞成这样。 富豪撕逼打脸起来也一点都不婉约啊,大概因为都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,所以做事风格都很社会吧。 。 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